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我是Nero 近些日子 相信大家最关注的 应该就是《玩具熊的5月后宫安全漏洞》这款游戏了吧 这款游戏怎么说呢 它的确是一款非常多漏洞的游戏 但由一说一 这款游戏还是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地方 如果有玩家对这款游戏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之前的游戏评测影片 今天的重点依旧和FNAF系列有关 但并不是游戏评测 而是系列中的冷知识 相信一直以来有在关注《玩家机密》的观众 也都已经看过几个月前的《玩具熊的5月后宫冷知识》 但那其实也只是游戏中的一部分而已 毕竟整个系列存在着非常多难以解答的秘密 那今天《玩家机密》就会为大家带来 《玩具熊的5月后宫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冷知识》第二集 在这期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们事不宜迟 Let's go 第一,相信大家都知道 FNAF的故事线非常复杂 很多地方都需要靠推理 才能把故事连接起来 而且近几年也推出了小说 这也为整个故事线解释了很多东西 但就算有了小说的帮忙 相信还是会有非常多玩家都不了解整个故事在说什么 大家可曾想过 如果FNAF系列推出一部电影的话 那肯定会让玩家们更能搞清楚整个故事的走向 其实这并不是没有可能哦 毕竟华纳兄弟早在2015年的时候 就已经持有FNAF系列的电影发行权了 并且预计将会在未来推出一部电影 就在2017年的3月份 FNAF系列的作者 Scott Corleford就在推特上发了这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中有着一张写着Freddy的导演艺 明显就是在暗示着电影即将要开拍了 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这部电影迟迟都还不愿意开拍 一直拖到2020年的10月份 Scott才在Reddy上说到 打算在2021年的春季开拍 大约落在3月份左右 但后来Scott也在2021年的时候 因为种种原因辞掉了自己的工作 并且打算将FNAF系列交给其他人负责 这就导致原本说好要开拍的电影又再次被延弃了 之后这部电影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第二 玩具熊的五月后宫系列 之所以会被列为最恐怖的游戏之一 当中的原因肯定离不开突如其来的Jumpscare 以及非常优秀的恐怖环境塑造 当然营效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游戏中小孩的尖叫声以及笑声 听起来特别的诡异 但玩家们你们知不知道 早期游戏中的这些音效其实就真的采用了小孩的声音来制作 而且重点是 这些音效都没有经过混音 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只能说开发者非常有才 第三 在FNAF第三代游戏中 玩家们除了需要度过煎熬的五个夜晚以外 游戏也富有梦魇模式 也就是第六个晚上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游戏在最后会显示一份爆章 上面就写着 披萨店可能是因为电线短路而导致火灾事故 和以往一样 这份爆章只会对焦在中间 也就是在重点上面 其他部分则会显得比较模糊 然后呢 如果大家去仔细看那些模糊的字 或是利用一些特定的手法提高清晰度的话 你会发现 旁边都写着 Scott在开发游戏时所经历过的事件 当中就包括了上一集 冷知识终于提到的波尼噩梦 当然 LC在开发第一部游戏时所面临的问题 而且还说到 Freddy Foxy Chica 波尼这几个名字 其实只是Scott一开始随便给他们取的名字 打算之后再给他们一个正式的名字 但没想到时间久了之后 这几个名字就越叫越顺口 甚至就连Scott自己也开始爱上了这些名字 就这样 这几个名字就一直沿用到现金 对了 如果把刚刚的那一份爆章的亮度 以及曝光度调高的话 你会发现 照片中的Freddy背后原来站着三代游戏中的Boss 也就是弹簧陷阱 第四 和刚刚的一样 其实在一代还有二代游戏中出现的招聘启示 也常有一些作者留下的秘密 当然并不会像三代游戏中的那么认真 反而还有带点讽刺的语气 就在这份爆章右边比较模糊的那一部分 其实就写着很长一篇嘲讽玩家的文章 当中就有说到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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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广告和游戏并没有关联 你肯定够不了三个夜晚 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工作 我建议你去带一名收银员或是在货厂里工作等等 其实又出现这样的字眼就很不正常了 但他却偏偏要出现在招聘启示的旁边而已 这肯定又让整件事情看起来更加毛骨悚然 第五 很多玩家都不曾注意过 其实Freddy的右眼硬有一个掌印 虽然不怎么明显 但如果仔细看的话 隐隐约约约还是能看得出是一个掌印 关于为什么Freddy的脸上会有掌印 其实也出现了非常多推理 毕竟官方有没有为此做出解释 有的玩家会说这是因为87年的事件所留下的 有的则会说这是Freddy把自己的头折断时所留下的 甚至还玩家说这只是材质包出现了问题 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看似掌印的东西出现 但不管怎样 这也都只是玩家们的猜测 但现今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主流推断 其实就是当初一名小孩不小心碰到了Freddy的头 才会留下了这么一个掌印 当然会这样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第一代游戏中 玩家们能透过监视器 看见墙上那张纸 而这张纸就是安全指南 当中的第六条就明确的写着 Don't touch Freddy 大家要知道 游戏中还有这七代机械玩偶 但为什么就偏偏不能碰Freddy而已呢 可能这是因为Freddy曾经遭遇过什么事情吧 玩家们你们觉得呢 第六 在第一代游戏中 大家在查看EA监视器的时候 普遍都有看见Freddy、Chika以及Bonnie这三只机械玩偶 而且都是面朝前方的 但其实玩家有很小几率 可以触发到三只玩耳朵面向镜头的画面 虽然局势很简单的改变 但却会让玩家们感到无比的恐惧 这算是游戏中一个需要靠几率来触发的小彩蛋 第七 接着也同样是个彩蛋 而且也是在第一代游戏当中 但这一次我们把视野放在4A监视器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的墙上又挂着几幅海报 但其实玩家有很小的几率 可以看见它变成不一样的海报 海报总会有着一位正在哭泣的小孩 而且眼睛还真的非常大 其实大家仔细看就能看得出 这幅海报就是在模仿世界名画呐喊 第八 世界上有着成千上万家披萨店 而且每家店都有各自的特色 但唯独一家来自新泽西的披萨店 虽然已经经营非常多年了 但是到了近几年 这家店的人气突然间暴涨了很多 而且店里还接到了无数来店 这对于普通的披萨店来说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对于现在要说的这家店来说 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 因为这家店的名字 就叫做Freddy's Restaurant & Pizzaria 对虽然字眼有些许不同 但这名字几乎就和游戏中的披萨店一模一样 这家披萨店打从1944年就已经创立了 至今已经过去70多年 然而在近几年 店里就收到了非常多恶搞电话 本以为是要来点餐的 但结果都是一群小孩打来问 关于FNAF游戏的话题 当时店里的经理就有对外说到 几乎每个号码都会来店至少2到30次 这就对该餐厅造成了非常多困扰 当然作为游戏的作者 Scott也在之后劝阻玩家们不要去骚扰任何餐厅 或是拨打任何关于游戏相关的号码 并且收到游戏中的每个地方都纯属虚构 也不会利用任何营销手法去提高游戏的知名度 第九 第三代游戏 会被大众成为系列中最棒的作品 肯定有着它的原因 然而在这一代游戏中 也存在着很多隐藏的迷你游戏 就比如说这一个 玩家们能透过7号监视器 看镜里头放着一台接机 当然接机上肯定有这几个按键 只要玩家们跟着顺序 点击走半部分的左上按键 之后到左下 再到右上 最后就是右下 就能进到一个关于曼果组装自己的迷你游戏 其实曼果长得Foxy差不多 对于那些不了解的玩家 之所以会有曼果的出现 是因为Foxy长得太吓人了 所以才会出现看起来比较温柔的曼果 但由于常年被小孩拆解 最终导致无法修复 只好丢到儿童海玩去任由小孩拼接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最终形态会如此奇怪 值得注意的是 玩家们只能在第二个夜晚触发这一个迷你游戏 第十 同样也是三代游戏 玩家们能透过三号监视器 看见房间里的墙上 贴着一幅傀儡的画像 如果玩家双击该画像的话 就可以触发一个隐藏的迷你游戏 在这一个迷你游戏中 玩家们会操控着傀儡 在披萨餐厅中走动 在这里会看见很多小孩正在开心的庆祝生日 但如果你一直往右走的话 你会发现这里其实有站着五个小孩的灵魂 关于这点我们透过颜色就能看得出 然后当玩家们把蛋糕放上桌上时 原本看起来非常伤心的他们 瞬间就好像放下了心中的大石 心情开朗了许多 灵魂也随之释放了出来 留下的只有机械玩偶的头套 这似乎就像是在暗示着 这些小孩已经没有怨恨在心了 毕竟在三代游戏中 杀害这几位小孩的凶手 也已经得到应得的惩罚了 如果有在关注FNAF系列的玩家 都应该知道其实三代游戏的故事 已经非常接近结局了 所以这一幕也算是给游戏 化身了一个好的据点吧 当然这一切也只是玩家们的推测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啦 以上就是玩具熊的五月后宫 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冷知识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补充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个言哦 那喜欢影片呢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就是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我是Naro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